慢慢慢慢的我不会再细部的在讲 讲那么细的东西因为前面都讲过如果在讲其实对各位来说 比较有点比较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有些部分的话我会把关键点 跟各位讲另外的话会提供给各位最后完成的画面 在云端上面所以呢这个部分已经帮各位整理好了 其实就是在我看在在这个地方 你们在分享区里面呢 就有一类在云端白板上面的话 云端白板上面我又多了一个 多一个是叫证照应该在最下面 那证照里面的话 我觉得 可能性很高的 就是 大家也许会将来你如果真的就考试 可能也会有巧合 可能就是也许 如果巧合你又当成是巧合就好了 也就 当然我不是说叫你们只准备这些题目 像网络上我有看有人就 就说 什么什么 网络上有 他没有名讲 有人就传说只准备那几题就好了 这样感觉好像 有点不够扎实 而且把这个招牌给 好像不够不够轻 但我觉得我从来没讲过说 你们只准备这些题目 那如果你只是要拿证照的话 就像考试一样啊 考试当然准备考试的部分就好了 不考的部分 对考 以考试为 对目标吗 我今天是考试 跟那个实际上 做学问是两回事 但你如果真的把这个技术学好的话 媒体最好全部都把它做过 还有学科 学科有300多题 你要把他背手 不是说此背 因为最好你可以自己在找答案 因为那部分的话 就每个人的这个 想学的部分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你以考试为 考试为目标的话 当然因为那个选项都不会变 比如说出来是A 他就是A 考试的时候也会是A 目前我知道的 如果是ABC 出来也是ABC 当然 我不是叫你说死背 如果你要拿高分的话 你要知道有些诀窍 OK 那我们的那个参考画面在这里 104 首先的话呢 104里面 第1个就是说 完成的画面里面 到底要做哪一些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有一些相关的要求 第1个就是 等一下请各位 参考这个画面来做 那这里的话 他在Layout 他这个Layout 跟前面我们用的不太一样 我们前面用的Layout 是叫做LinearLayout LinearLayout是线性的 由上往下 那这个Layout 你按右键有个ChangeLayout 里面有个叫 Absolute Layout 那什么叫Absolute 就是 绝对的 所谓绝对的跟那个另外一个叫 RelativeLayout 刚好相反 绝对的是什么 他固定就在固定那里 然后呢 以后如果说 不过这个最大的问题是 最他的优点是 你布局非常方便 你放在哪里 他的 元件就在哪里 但是呢 他的缺点是 将来如果你换了一个装置 你在手机OK 可是如果你在平板上面 他还是停在那个地方 他不会自己去 帮你 去调整位置 不过这个主要是因为考 考试如果是这样 那就暂时就是用这种方法 但是你们练习的话 你可以去变更没有关系 里面的话呢 要做哪些 第一个上面部分 加一个这个 叫做计算你的BMI 不过他 好像考题里面没有特别强调说 到底 要几号字 所以我印象中大概给个 大概 24SP 左右 你们可以再调整 是当时情况去调整大小 那第二个是 再加上 前面有三个 这个TestView 应该我想没有问题 前面做蛮多的 就是在前面的地方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TestView 然后呢 在TestView的 右边 加上 这个叫做 Radio Group 因为Radio Group 你加上去之后 会有三个 所以你就怎么样 把其中一个删掉 就剩两个 另外呢 Radio Group 放进去之后 它会是垂直的 要如何把它 变成水平的呢 有没有看到 现在是水平的 你不要 考试要水平的 你就要水平的 如果你是垂直的话 很抱歉 这一定 会被扣到分数 OK 那再来就是说 底下的话 再分别加上 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 升高 然后一个 Button 特别注意 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奇妙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居然不需要什么呢 一个LinearLayout向右 有没有 它也可以怎么样呢 它也可以摆放位置 主要的原因是 用的是 就是这个 就是AbsudeLayout 考试的话 如果要求是用这个 你用这个 不过如果你自己做的话 记得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叫 LinearLayout向右 分别把 这几个做出来 最后加一个Button 就是计算 好 这个是第1个页面 第1个页面的设计 那第2个页面的设计的话 我想我们先完成到这里好了 我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先自己开一个 一个专案 那专案名称的话呢 我建议就给一个叫 A开头的大 我这边是给A104 A104的专案 那以后的话就是 比如说102的话 就A102 A110 等等这样子 以此类推 请不吝点赞 再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